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声语声源》 我是阿笨 今集的《声语声源》 又要和大家分享 太阳相遇座搭配12月亮星座的个性组合 這個系列我們多了一個Bonus 當塔羅牌遇上星座時會有什麼火花呢? 如果你想知道雙魚座所對應的塔羅牌是哪一張 以及牌耳象星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link去看看這段影片 又如果你還未知道自己的太陽星座或者月亮星座是哪一個的話 也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link去查詢自己的星盤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雙魚座和白羊座本身有不同的個性 所以他們的內心經常都很矛盾,很難得到平衡 甚至會出現一些攻擊性的反應 主要的阻礙就是雙魚座的軟心腸 再加上白羊座很急躁的性格 令他們這一心人比較難成功的主因 他們需要更多的自信和內心激勵 來達成他們的紅心壯志 所以要勸這種組合的朋友不要太過偏激 凡事都要去了解一下色度和自我克制的價值 這種組合的朋友可能很容易愛上人 亦都很容易失戀 但好就好在,因為白羊座的歌聲 令到他們不需要像一般的雙魚座一樣比較敏感 他們可以將自己的情緒置身事案 太陽雙魚座和月亮金牛座 算是在這麼多雙魚座之中最懂得理財的一個 他們的社交能力也很好,很容易跟人相處 但卻不喜歡被強迫,也不喜歡虧欠任何人 他們有穩定的持續能力,也懂得克制自己的衝動 所以面對很多困難的時候都容易解決 在藝術和音樂方面都很有天分 所以都很適合從事這方面的行為 在感情之中,他們很重視安全感這件事 當對方是值得他們信任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很放鬆地在對方面前做自己 令感情自然地發展 雙魚座是兩條游向不同方向的魚 而雙子座就是兩個望去不同方向的雙包桌 所以這種組合一搭配起來的話 他們就充滿矛盾和多變的性格 他們很博學,也很喜歡學習 在他們下定決心之前,通常都是保持沉默的 對他們的人生來說,很重要的課程就是要學會怎樣去專注 由於受到雙子座的影響 所以在初初談戀愛的時候 他們都會運用自己的智慧來壓抑自己的情感 有一段感情關係之中,智慧性交流和友情的陷量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雙魚座和巨蟹座都是水象的星座 所以他們的情緒、直覺、想像力都是一流的 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感覺、想法 去作出有關同情心或者慈悲的反應 而他們的第六感是很準確 準確到一般大眾還未搞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理清了整個狀況 所以他們需要學習的課題就是 將這種天賦引導去很有建設和正面方面發展 在感情之中,他們很懂得取悅零一般 所以都比較容易獲得滿意的關係 但在理財方面,就要小心由於Shirley座很悲天憐憫的性格 要克制一下自己在捐獻的時候 不要過分大方 太陽相遇狀和月亮先知狀的朋友 經常都在想著 到底自己這一生日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在平常生活之中 他們通常都是在做別人期待他們去做的事 而不是自己樂意去做的事 人際關係對他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雖然不到達那種要依附於他人的地步 但他們的快樂和精神上的表達 都是依賴其他人的表現 所以勸這種組合的朋友 要選擇一些可以自己說得是 和可以表現自己精極進取那一面的工作環境 在感情之中,他們很懂得體貼伴侶 就好像圍著伴侶身邊的左右手 而他們也喜歡過一些華麗和高常的生活 太陽相遇座和月亮處女座 他們在心理上的分析、建設上的批判 和場式方面的決定 都是表現優異的 他們很懂得把自己的專注力 集中在應該做的事 而在決定一些不需要行使權力方面的職位 他們可以表現好出色 而他們這一生人之所以可以獲得幸福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懂得平衡自己內心的情緒 和理智的那一面 但是說到感情方面 當有人和他們示愛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要小心這一點 免得自己錯失了一段良好的恩怨 在投資方面他們都比較小心謹慎 亦都比較保守 所以就適合一些長線穩定成長的投資項目 今天一集太陽相遇座搭配月亮星座 就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塔羅牌或者星座的話 歡迎點擊我的頭像進行Youtube Channel的Subscribe 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如果你想找阿笨做塔羅占卜 或者看星款的話 歡迎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或者點擊影片下方的一條link 下一集將會是這個太陽月亮系列最後一集 也就是我們的太陽相遇座搭配正如六個月亮星座的個性組合 那我們下一集星與星緣見啦 多謝大家